中国九十七国奥球员林良明与阿尔梅里亚再次牵拼,依然是以租借的方式加盟球队。 这也就意味着,林良明并未成功留在黄马,他依然将在西乙比联赛练集。 2015年,18岁的林良明以30万欧元从广州复利转会加盟皇家马的礼,和同到2020年6月30日到期。 不过,黄马队内的竞争可想而知,因此林良明在踢队卡斯蒂亚,没有获得足够的机会后,选择来到了阿尔梅里亚B队。 在这里,林良明终于找到了自己,上赛季,林良明在阿尔梅里亚B队表现非常出色,在西品联赛中升级成功,林良明离开球队的时候,是胜利者的身份。 不过回到黄马B队卡斯蒂亚,林良明的处境依然非常艰难,他目前也不算特别年轻了,已经21岁,想要进入到黄马一队,几乎是天方夜谭。 因此,林良明又做出了重要的决定,那就是再次离开黄马,加盟阿尔梅里亚B队,还是以租借的身份。 他依然是黄马一员,当然,这也是阿尔梅里亚对林良明的肯定。 毕竟上赛季林良明在这里37次出场,完成8球9助攻的成绩非常强颜。 毫无疑问,选择留在阿尔梅里亚而放弃黄马,正是林良明正确的抉择。 毕竟新赛季,西以碧联赛是林良明需要征服的崭新联赛。 相比上赛季西柄,这里的竞争可大得多,要知道,皇甲马德里B队,巴塞罗纳B队和马德里竞技B队,均处在西以碧联赛。 林良明还可以反戈救主,总而言之,期待林良明的发展。 同时还可以期待林良明得到一对征兆,出现在西以联赛。